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认为是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文家来宾 第一位是 立法院郑立文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王鸿威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的董志森 大家好 以及林应然医师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今天看起来 这个死亡的病例 又增加到百例以上了 本土病例也有35914例 而另外来看到 在中重症的部分 今天也是一口气 是增加了有125例 包括31例的中症 以及94例的重症 当中包括有一名 儿童的重症 MIS-C个案 这个是一个10岁大的小男童 在确诊之后一个月 又再度发高烧呕吐 诊断是MIS-C 目前还在加护病房 治疗当中 另外呢 这个国内的自费PCR的价格 似乎很多人都抱怨 实在太贵了 在今天的指挥中心 记者会议上也问到 有没有可能再调件 我们来听罗一军怎么说 我昨天有问到 就是说我们国内自费PCR价格太高 那罗夫有讲说 我们的定价 有一些成本的考量 也符合行情 但现在有民众 他们有上网讲说 在印尼是500块 新加坡是1600块 都是台币 那我们还有没有可能 有调降的空间 还有讨论的空间吗 网友所提到的这个 1600块台币这个指的是 在24小时之内 可以取得报告的部分 那这个在新加坡当地 看起来这个价格是定在70多块 新币这个部分 所以折额台币是1600块 左右 那这个虽然说看起来 比我们的目前的 这个一般建来的便宜 不过还需要再了解说 他实际上执行的方法 是不是使用 实话的方式 我们目前在四月初的时候 也有行文给各检验机构 就是开放就是说 自费的PCR 可以就是有条件的 采取这个磁化的方式来进行 那如果用磁化的话 我们的这个收费的 所定的这个上限是1500元 来营爆出林志坚的论文 疑似是涉嫌抄袭的疑云 那么逐科2008年的6月 有一个招标委办的研究报告 是由中华大学得标 而7月份林志坚在中华大学 提交他的论文 竟然和逐科的论文高度雷同 有11张表格一模一样 而附录除了新竹这两个字 不一样之外 内文也一模一样 甚至是说 是不是连错字都一模一样呢 林志坚说这已经是旧文 问题是政府的委办报告 可是国家的资产 如果剽窃国家资产 这恐怕比抄袭私人论文 还要来得更严重 立文 林志坚的解释 有办法平息大家的质疑吗 不但没有 而且事实上 他另外一篇论文也是一样 所以两篇论文 看起来是一个惯犯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报道 2007年竹科委办研究案 TCSI模式评估竹科民众慢异度 由中华大学以45万标下 2008年6月研究报出炉 没想到当年林志坚 在中华大学的论文题目 几乎一模一样 连内容都跟政府报告几乎雷同 猫腻来咯 怎么会一个论文 题目几乎完全一样 只是把新竹改成末 这是政府标案啊 你怎么可以全部抄呢 摊开竹科研究报告 跟林志坚论文一笔 第一张序论 第一句就相同 则是连文中篮球场的篮 打成草字 投措字都一模一样 不止第二到第五张内文相同 连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除了增减一本 英文文献更是通通向复制贴上 再翻开论文中公式采样数据一样 最后文献样本两个报告一笔 就是双胞胎 林志坚用的 用的哪一度调查 一模一样 同一个调查 抄到最后一张的结论 然后再抄到文献 再抄到附件 非常的离谱 林志坚说这些爆料是旧文 还说自己有参与政府委办报告的研究 暗指论文引用政府报告 不是打错 旧小姐就是一组 那一组 那接计划可能就是 由某一个老师去接 但名单很打脸 因为摊开这份报告 里头共同研究作者 根本没有林志坚 他参与了什么 他写了哪一部分 如果他有参与 期末报告 就应该有他的名字 所有参与报告的 即便你是研究生 都有人事费的 林志坚从新竹市场落跑 选桃源被骂翻 如今再报论文抄袭 这幅标案甚至有媒体人影射 林志坚连台大国发所的硕士论文也有问题 选择号角才想起林志坚抄袭案核弹即引爆 好我们来看一下林志坚爆出他的论文抄袭的一个风暴 宏卫议员告诉我们说竹科管理局在2007年的时候招标给学术代位中华大学得标做一个研究委托他们 那么2008年6月的时候完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报告 什么报告呢 就是用TSCI的模式来评估逐科园区之周边居民的满意度 好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委托的研究报告呢 就发现说林志坚就在同年的7月提交了他自己的一个论文 题目叫做以TSCI模式评估国内某科学园区之周边居民满意度 换句话说他只把竹科改成某科 所以呢只改了一个字其他完全一样 那重点是说呢改了这个字之后内容呢 内容更是几乎完全照抄 所以呢过程完全没有问题 这是林志坚的回应 他说没有问题啊 爆料内容之前就已经有被披露过了啦 已经是旧文了啦 但是问题是真的是没有问题吗 他想要轻轻带过可是林志坚的论文争议不只是这样 其中内容六个章节六个章节完全雷同 然后中文文献的引用只增减了两本而已 他真的是很懒耶 十一个表格也完全相同 而英文的文献的引用更是完全相同 几乎就是整本照抄 连里面的篮球的这个篮 篮球的篮怎么写 是竹字头的篮 连错字都一模一样了 真的是太懒了吧 但是呢 林志坚的指导教授贺志勤出来 帮他讲话 说啊会有研究小组接计划 然后呢就是同样因为都是中华大学接的嘛 那他说中华大学的研究小组去接了这个计划 回来之后呢研究生就会互相参与讨论啊 意思就是说啊 这个林志坚两个都有参加啦 他自己的论文用这个 然后呢外包的那个研究他也有参加 问题是竹科的这个报告里头的共同研究作者里面 整个过程都没有看到林志坚三个字啊 那柯文哲听到这新闻的反应是说 这事情又不是今天才发生 哪有可能每天都喝酒吃饭 还有办法写什么硕士论文 不要再骗了啦 所以他很熟 知道他们每天都在喝酒吃饭 拖很多 而且不止他 还有很多他都不想讲了 所以今天林志坚是因为想要跳槽过来选桃源市长 所以被大家检验 结果发现了非常的离谱 好了不只是这篇论文有问题 另外林志坚台大国发所的硕士论文也有问题 因为台大国发所的退休教授杜振华也出来讲 他说林志坚的硕士论文跟另外一个硕士生于振华的论文 高达七成都一样 七页都一样就已经很离谱了 还七成都一样 这些人真的是很明目张胆 不仅如此研究概念研究方法 雷同率更高达88% 意思就是几乎九成都一样 所以整份根本就是于振华论文的翻版 而两个人的指导教授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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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到许明才的硕士学历 在选举公报是多明尼克肯大学 但公报记载是多明尼克 多明尼肯大学 插一个课 有没有看到 他说林志坚连这个错误都一并照抄 换句话说抄了也是完全错字照抄 好 那王浩宇转发陈明通的说法 为什么是由王浩宇来转发 陈明通就说了 帮林志坚讲话 他说当时是我征得林志坚的同意 把资料给余正坊用 让余正坊先毕业 然后林志坚比较晚毕业 有这种老师 可以这样吗 这会不会是太离谱了 就这样子帮林志坚为事 这余正坊也太委屈了吧 所以余正坊也讲好了就对了 现在我告诉你 不是林志坚抄你的 是你抄林志坚的 那他说林志坚已经有说明了 而且他们两个人研究对象 一个是菜人间 跟余正坊研究的对象完全不同 就像竹科我改成某科 所以呢 这样就可以了吗 那如果有一天余正坊要选总统 或要选市长的时候 怎么办呢 所以你就看到 民进党真的是太离谱了 抄得这么明目张胆 完全不遮掩 根本没有办法再拗了 然后呢 两个教授出来帮他拗了 徐晓鑫就说 如果我跟另外一个人都引用同一个民调 两个人的论文会字字句句都相同吗 意思就是说好 就算你研究的表格都是用同样一个好了 研究的民调 研究的数据是一样好了 你的论文 你的题目 你所写的这些通通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吗 不可能嘛 不然就两篇英文文根本就是照抄的嘛 想骗谁啊 他说陈明通也承认 于正皇是先完成了论文 因为这很难否认的啦 白纸黑字 林志坚发表的时间比较晚 跟另外一个学生雷同 难道不用请林志坚改写吗 如果他不是市长的话 哪个老师敢这样做 就算是市长也不能这样做吧 哇塞 整个民进党就是一个抄袭党 是一个诈骗党啊 从总统的论文有问题 现在要选市长的论文有问题 重点是说 你的论文照抄就很离谱了 你的指导教授居然这时候 也出来帮忙你说谎 士大夫无耻 真的是事丰日下 未知国耻 台湾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怎么会沉沦到这种地步 陈明通出来帮林志坚说话 说当时是他真的 刚得林志坚的同意 把林志坚的资料拿给余震煌来使用 只不过是余震煌先毕业而已 资料是林志坚的 好 可是呢 这余震煌今天一整天 手机关机找不到人不接电话 而他在调查局工作 所以现在说调查局要出来做回应了 找不到这个余震煌 但是调查局稍后会回应了 好 所以这个林志坚在写论文的时候 其实是柯建民的助理 柯文哲就认为了 那每天都要去帮老板喝酒吃饭 能够有时间写硕士论文吗 而大家都知道林志坚是蔡总统的爱将 也是蔡英文 清点他去选桃园 蔡总统自己也是学术界出身的 看到林志坚的论文会认为 像这样的论文的品质 是可以过关的吗 宏伟 林志坚他有两个硕士论文 一个是中华大学的硕士论文 当时他是立委柯建民的办公室的助理 那么另外一个2016年的 台湾大学国发所的硕士论文 他当时已经是新竹市市长 那两份硕士论文 今天同时大爆发 都爆发抄袭的事件 而且都抄得非常非常的离谱 那因为我今天早上是提报他 有关于中华大学的论文的抄袭 那我认为这份论文的抄袭 比这个学术抄袭还要严重 因为他抄的是什么呢 他抄的是政府标案 也就是竹科管理局 在2007年的年底 他曾经有一个标案 那那个标案呢 到2008年的6月20号 整个的结案报告出来 那那份报告呢 是由中华大学李友真博士 跟王明朗博士 构头挂名指出 这个主持的 那在一个月之后呢 这个林志坚他的论文呢 也出来了 也发表 那刚才有讲过 一个是清竹科学园区的研究 那到林志坚呢 变成是抹科学园区 这非常奇怪 那为什么奇怪呢 因为你这是一个政府标案 政府标案 大家只要你有去标过 政府标案 他的契约 他通常都会说 这所有的成果 是属于这个政府 所有未经授权 你是不能够随便引用的 那林志坚呢 所以他改成抹科学园区 可是问题呢 整份报告 我今天就讲 从序论到研究方法 研究目的 所有的公式 所有的表格 到后来的建议跟结论 到他引用的文献 到他引用的民调 几乎完全一模一样 只是有些章节把它改变 刚刚讲 连篮球场写错 他也可以一起写错 那林志坚今天说呢 他说 他当时这个选举的时候 这些都是旧文 就已经有 时代力量的徐永明 来检验过他了 结果好小 今天时代力量 早上立刻发声明稿 时代力量说 我从来没有检验过 你林志坚的论文 跟我没有关系 林志坚 你自己的诚实面对 不要模糊焦点 时代力量 今天立刻发声明说 你不要扯我们 好像是 你已经通过我检验 对不起 我没有检验给你 林志坚是不是很丢脸啊 然后他接着中午开记者会 然后说要对我提告 我说欢迎来告 我希望法院 能够尽数的审理 用法院来认证 你今天的抄袭 好那另外 今天还有他这个 台大国发所的这个论文 也很扯 也被人家踢爆 几乎呢 也是一模一样 那是不是他抄这个学长的 结果他的指导教授 陈明通 竟然来帮他 这个演示 帮他护航说 哎呀 虽然这个学长 叫余振煌 他是先毕业 可是呢 这个其实呢 这个整个创意 这个idea 这个整个的研究方法 事实上呢 我是问呢 说这个林志坚 你愿不愿意提供 给余振煌用啊 所以呢 严格说起来 是余振煌抄的他的 而不是林志坚 抄余振煌的 这个非常好笑 对不对 可是立刻 这个被网友抓包啊 大家就看林志坚的论文嘛 就林志坚里面的文献 引用了余振煌的 他的论文 那不是很好笑吗 你说余振煌抄人家 结果你的文献又引用人家 那请问一下 今天你到底 要说多少个谎 才能够去圆你这个谎呢 那你今天 连续两个论文 都是涉嫌抄袭 你根本都说不出来 讲不清楚 然后还要找老师 来帮你背书 然后这个倒霉的余振煌呢 也被人家发现说 原来他是刚刚考上 吊茶局不久 那很可能 可能要被迫 来背这个锅咯 是不是要被迫 来背这个锅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最佳一等 所以临时间 请你非常诚实地面对 所以我来讲说 临时间 如果你有羞耻心 赶快把你这个 学术的这个论文 还有把你的学位 能够退还 然后退出选举 我觉得你要去 诚恳地去面对 然后我刚刚还讲 你这个中华大学的抄袭 因为你抄的是 政府的标案 你这还不是 学术伦理的问题而已 你还涉嫌侵占了 国家的智慧财产权 这一部分 包含中华大学 得标的中华大学 跟招标的 主办单位的 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 竹科管理局 也应该给外界一个交代 绝对不能够这样子 蒙混过关了 其实林志坚是获得了 蔡总统的清点 让他去转战桃源市长的选举 而这个蔡总统也提名了 林志坚的副首要选新竹市长 为了爱将 看来是不惜让新竹市一口气 没有市长也没有副市长 可见对他的关爱 而陈明通也是蔡英文的国安爱将 现在陈明通说 是于正皇借用了林志坚的民调资料 问题是就算是引用相同的资料 有可能是字字句句 看起来都一样 连错字都一样吗 那么如果林志坚的论文没有问题 那岂不是代表老师陈明通的审核不严谨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董哥 徐晓星就抨击说 如果林志坚不是市长的话 哪个老师敢这样做 难道就是因为他是市长 又是蔡总统的爱将 就可以全民买单来帮他写作业吗 其实这两边 抄袭他其实是非常明显 那政客敢这样拗 我也不奇怪了 那可是有教授出来替他扛 那才是学术最大的败坏 就是两个这样的教授 那余政皇是现在在调查期 我相信他等一下后可能就出来 说没错是我潮汐您之间 附月分怎么办 余政皇的学位会不会被撤销啊 到时候再看啊 撤销以后反正他已经考上了 你今天看到这样会觉得非常最 最最那个就是整个学术的败坏 陈明通号称国师 然后他可以隆喜两个受试生 共用一篇论文 天底下哪有这种事情 对不对 又不是两个人同事挂屏 两个人各起各的受试 所以你今天看到这种情况 会觉得太可怕了 那今天上午我观察到民进党 民进党其实前党慌乱 然后开始在那边硬拗 包括立法院的党员曾孕鹏 他都没有看到受害的人站出来 受害的人一个叫余政皇啊 他被抄了 他敢出来吗 他现在还在抖啊 调查局在抖什么 一个是竹科 竹科敢站出来吗 明天竹科主任就被换 我跟你讲就这么回事啊 所以他现在在拗哪一个 然后有人问蔡提堂 蔡提堂说他只是抄他自己的那个 不是啊 怎么会是呢 对不对 所以他抄他自己的笔记啊 或者怎么样 刚刚演一女所讲的 就是说资料如果一样 会不会写出的东西是一样 不可能啊 我当记者这么久 我们去采访厂 有采访对象会提供资料 每个人一个纸带 资料在里面 回去我们各记者写 没有人会写出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段落 你的文字 你的标点不可能一样嘛 除非是前抄嘛 可是他这个是前抄 怎么叫前抄呢 他不承认抄袭 我也可以理解啦 我们在电脑上面 你只要把滑鼠按着走上方 压下去不要动 然后往上推 推了那一片就全部反白 反白以后 你在上面只要打个字 不要打个字 就是点写上面的 就是复制这两个字 那你再把它推出来 把这个东西再点到另外一篇文章上面 上面只要写贴上 然后你把它贴上 所以这个在电脑 会用电脑的人都知道 这个叫做复制 那你诊断把人家 复制在你的文章 你的论文上 这个就叫抄袭 怎么会不是呢 所以我们看这东西 看这些教授 每个人听他讲 其实是觉得很意外 为什么 因为通常的情况下 会跑去抖起来 就是说我即使不敢得罪你 我不要对外公开讲 可是我们看了 这简直是荒诞嘛 那林志坚敢干这种事情 是因为在中华大学 很顺利了嘛 他那时候是柯建明的助理 大家也知道 过去柯建明跟竹科的关系 然后这个关系一签上来 柯建明的助理 跟刚刚讲的竹科的预算 跟中华大学的关系 这个就很清楚了 那被人家抓到 还要硬拗 还要去扯习永明 习永明的案子明天要判 习永明不太可能没有罪 时代力量的党主席 涉嫌要跟SOGO的案子里面收钱 被人家逮个正着 那还有另外一个案子在查 就是为什么要有人借他现金300万 特地从台中拿300万 跑到台北来给他 而且这个人跟他过去 素不相似 从没见过面 所有这种回忆手势的 林之间当然知道习永明的角色 现在绝对也不敢跑 不敢出来讲话嘛 因为明天就要宣判啊 所以你可以看这些人的行径 只能讲他们嚣张 然后太久了 那大家再回想一下 前年李梅珍跟陈其脉 在选高雄市长补选 李梅珍论文是假的啊 是抄袭的没有错 我们也是讲他抄袭啊 那民进党那时候前党出来怎么打 论文抄袭 要江启臣主席 好好当政治协教授江教授 不要再当主席去护航 今天我们看两边的对应态度 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接下来就要看这个后续的发展 我们大家都等待这个余振皇出来 告诉大家说到底是谁抄谁的论文啊 不过呢 谈到了这个疫情 随着各国逐步松绑边境管制 不少人都说真的好想出国玩 多数国家目前都要求 登机之前必须要有PCR的阴性报告 可是我们国内现在自费的PCR 还是要三千五百块耶 依须林士币就抱怨了 他说哇一家四口要出国 马上增加一点四万的成本 到底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有 自由出国的权利呢 好可是呢 你看到罗一军他说 PCR的检验成本是经过了多次的估算 目前是已经没有降价的空间了 好那个王毅任贤医师就出来 告诉大家说真的没有吗 越南因为PCR的费用太贵了 结果呢竟然包括了卫生部长 等大批官员都被起诉 两年来厂商借着国家 采购试剂的机会 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 出售给政府卖给医院赚价差 在台湾不是只有PCR贵 疫苗快筛通通都超贵 都不会被调查耶 王任贤医师痛批说 这根本要做合法的贪毒 网友就说了 不要告诉我说 不可能变得更便宜 因为呢 我在印尼做PCR 折合台币根本不用500块 而且6个小时 电子档就已经跳到我的信箱了 谁还跟你拿纸本呢 也有网友说 小弟刚从高消费的新加坡回来 回台之前也做了他们高贵的PCR 结果多少钱呢 新币78块 折合台币叫做1600块 跟我们的3500比起来 是不是几乎便宜了一半呢 他说不到我们天朝的一半呢 如果没有非要PCR 而且新加坡还有这个叫做 快速检验中心的选项 只需要12到15块钱的新币 也是当天都有结果啊 那怎么说我们的PCR 没有降价的空间呢 好 今天罗一军又说 哎呀 可能是因为 对方采取的是 比较不准确的 驰化的方式 才会比较便宜了 那我们也说 医疗机构可以提供 驰化的方式啊 但是目前的现状就是 没有人提供驰化的方式 所以还是要3500块啊 我们要请教一下林盈然医师 所以我们看到 台湾的PCR的费用 其实一直以来 都比别国来得贵啊 那王任贤医师就说 那你这是不是叫做 合法的贪毒呢 那如果说 姑且不论的定价背后 有没有什么人为的干预 现在疫情不是已经虚缓了吗 量能不是应该更充足吗 难道这PCR价格 真的没有降价的空间吗 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话 PCR刚开始是 大概六七千块 那当时候大家也反映过一次 后来才调降到 现在说三四千块 那到底要多少价格才合理哦 当然这个难讲 不过我想 王任贤医师他讲这个 那个越南那个官员被起诉 那应该是贪毒的问题 我想如果国内真的有贪毒的话 应该也会被警察官起诉 我想这个不是说合法贪毒 既然是合法就不叫贪毒 贪毒就不叫合法 那不过我要觉得说 刚刚罗一军这个副署长 有提到一个词化 什么叫词化我想很多人搞不清楚 假设我们今天这里有十个人 我觉得我们阳性率很低 那我们把十个人的样本一起集中 起来去验 如果我验出来都是阴性的话 那表示我十个人都阴性 那这样会很便宜 因为十个人的价格 只用一次的检验 你想想看便宜就会便宜下来了 但是在台湾可能不太行得通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 很多人有阳性的这个报告在 如果你把这十个人 拿起来集中检验 那刚好阳性 那我不知道十个人 哪一个人是阳性的那怎么办 那我变成就要把每一个人 再拿来做检验 那我的成本更高了 所以这种词化 这就是把这个集中 把十个一起来做一次检验 这种的方式呢 必须在盛行率很低的 一些国家才可以采行 那如果我们检验率很高 你这样的采行 可能成本会过高 因为阳性率很高啊 当然对那些出国的人 可能有几个现象 因为他自认 他可能不太可能阳性 不然他怎么出国 他要嘛就是打完三剂了 甚至四剂疫苗了 要嘛他可能几月前确诊过了 他现在可能 不太可能会有阳性了 这些人其实可以考虑说 好了我们整家人 之前都确诊过 或者大家都打疫苗了 我们这十个人里面 阳性率实在是太低了 我把十个人的样本 集中在一次里面做检验 那这样呢 应该可以把这个价格降下来 不要说三千五 可能你把它说 当然不能说除以十 就变成三百五 不能这样去算 可能你可以把它除个五 变成说五六百块 这样就可能了 所以我想这个价格 其实是政府应该可以考虑 因为毕竟暑假很多人有出国的需要 应该是可以考虑把它降降下来 不然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花会更大了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